字幕提供 因為一來我自己覺得學習是一件令人很興奮的事 所以我希望我的人生是貼著有一種學習的刺激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行 因為這一行是跟經常學習和學術有關係的 另外就是我覺得好的人會造就一個好的世界 所以做一些可以令這個世界變好的東西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個職業 對於我來說因為在中學的階段 我都不是一些很突出的學生 都是很普通的學生 剛好有我的班主任去到高中他很好 無論在學業或者是升學 甚至很多的心理壓力方面 他都給了很多的意見和舒緩的同情給我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的班主任的影響 令到我都想成為一個去感染別人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感染別人的最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去教書 所以我都覺得在人生裏面是每一天都是學新的 所以老師的一個職業就符合 剛才我所說的可能是去開導別人 以及自己都可以在裡面有得益的工作 為什麼我會選擇中學老師而不是小學老師呢 因為在我的中學階段我自己很幸運 由我中一開始到中七 做我的班主任或者教我的老師都是很用心 和很認真去教學的 所以我其實在中學階段慢慢地就受到他們的影響 我也想做一個儀式師好像他們這樣很關愛學生的 不是單單在成績方面 其實在他們的個人成長方面 所以我會幫他們找到他們的一些才能 或者他們想做的一些工作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在我畢業之後 其實我就繼續進修 最後就可以成為一個中學老師了 那我先說吧 那黃芬蘭學生 如果是說的方目來說 因為中一、中二、中四 我們比較少和錢的 那跟他們相處的機會比較少 那我就說中五 又是中五 中五同學呢 通識科 那我見到中五同學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好有自己的看法的 相對來說呢 他們可以很樂意地跟我分享 他們對不同的社會事件的想法 那我們會有一個很健康的討論 甚至是教學相長的過程 那對於我來說和北南的學生 尤其是中五的那班同學 我會覺得是有自己的獨特看法 還有他都有一個很能夠表現自己 表達自己的一套邏輯 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我都覺得和北南的學生 其實他們在語言表達能力上都很高 尤其是能夠清晰地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 同時我又覺得和北南的學生 其實是一個很樸素又很善良的小朋友 就是我以整體這麼多的教育會學的經驗說 就是覺得他們是會對老師很友善 會對同學很友善 會關心老師的一些情緒 或者一些身體狀況 那其實對於老師來說這樣是很窩心 也都體現到他們其實很善良 我覺得其實整體來說 黃北南中學的學生 基本上是很受教的 變成在我們平時和他們上課 他都可以跟到我們那個展示去做 我覺得是很理想的 因為通常做老師都不想花很多時間 在課室管理方面 或者特別秩序處理他們這些問題 我覺得其實如果他是受教的話 整體來說上課的進度又跟到 而且也可以在成績方面都比較理想的 整體來說都是很乖巧 很認真的 亦都會自律的 當然有少部分的同學 是會有少許懶惰 不過我們都經常都說 其實只要他還能展示到他的實力和能力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黃北南中學的學生 整體來說是很不錯的 在我自己這兩個幾月 我認識了我們同學 我自己就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上課要很精心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課時是很不夠 每課是半個小時 可能頭尾都不見了十分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老師通常都會集中說一些很重要的課堂的內容 或者一些主題他要認識的 變成如果同學能夠認真上課 對於他接下來要應對他的測驗也好 或者考試也好 他會是溫習的時候都會比較沒有那麼辛苦 也都不需要花很長時間 所以第二點我認為是要認真上課 要認真上課 加上用心溫習 用心溫習 去應對他們的測驗或考試 第三點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心理質素 很多時候我們去考試或者做卷 我們是說他不是不懂那些知識 或者不懂條題的點答 其實就是那個心理的質素 就是影響到他作答的情況 我就覺得每一次 可能會經歷一些失敗的時候 就不要灰心 不要氣餒 因為總會是經過失敗之後 去檢討 去反思 了解一下自己為什麼會出現那些問題 或者做得不理想 這樣的話他慢慢地就可以一分耕耘 就會慢慢累積到多些收穫 這個就是我給同學的一個建議 我的建議是寫筆記 寫筆記不只是抄老師寫的東西 因為我從小到大 很小的時候 都已經老師教我們怎樣去寫筆記 寫筆記去到大學 我一直都是上課程的時候 都會繼續寫自己筆記 寫筆記是你消化了老師說的東西 你把你明白的重點寫低 把你不明白的東西都寫低 但是要經過一個消化的過程 去做一個記載或者記錄 而不是老師說了那句說話 你就照copy下去 等同於做筆記 因為我覺得教學 其實是input完 你要自己再output 但是一定要有過程去消化 而在這個過程中 你才是真正把一些知識內化了 即是你已經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才是你屬於你的 這些知識才會跟你一輩子 而不是老師說完 照copy去做筆記 所以我覺得做筆記這件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學習的小技巧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黃芬蘭學生的 那個自主學習的能力 還有他去理解知識方面 我覺得是不需要太多擔心的 但我反而覺得有時候 就出現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處理 所以很多時候就把東西自己收起來 自己處理 甚至有時候害怕到 連老師都不敢問 因為覺得 老師覺得我認識 那我就不問 所以我的建議是什麼呢 就是去建立 和一些朋友 去建立一個study group 我以前是中學是這樣的 我不是自己溫習的 我們溫習會找幾個 兩三個 或者四個 幾個熟的朋友 我們可能有讀不同的科目 在不同的科目上面 我們當然會幫不到大家 但是有些common core 即是中英素通的幾方 那如果有些同學 他在那方面特別厲害的 他可能會給到你意見 那當然了 如果有時候你覺得 你犯的錯誤 可能其他同學都有 那變成在透過這個study group 裡面 你就可以互相在對方身上 互相發掘一些 我們做得不足夠 或者哪些其他同學做得好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對於我來說 中學生涯 我去到中胡中龍 我除了自己溫習之外 最重要都是靠我幾個朋友 放一個study group 互相提念 互相讀速 當然 變成有時候有一些懶 其他同學又開始溫暖 但是他可以提醒你 讀速你 那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peer learning 的方法 那我老實說就是 人是血肉做的 那你說面對失敗的時候 你說老師都有時候會想安靜自己 去讓自己冷靜下來 那所以我對全面對失敗的時候 我會首先等自己冷靜下來 那看看有些什麼 究竟自己坐在哪 或者有些什麼不足的地方 之後再找時間檢討 所以我建議那位同學 又不需要急著一錯 就立刻去找的原因 因為當時你的心理狀態 還未回復平靜 那倒不如 我們就後退一步 讓自己去冷靜一下 去喝個茶吃個包 休息一下 再回來找回那個 坐不上的位置在哪 我會用這個方法 我通常要是去看場戲 或者真的去吃下午茶 再回來再處理 我都很認同理想 因為我的人生都是充滿絕失的 我會接受 如果你奮盡了自己的能力 我做不到 那就接受 但是不是說沒有嘗試 沒有找過對的方法 去處理我的失敗 然後就說接受我的失敗 而是你真的認清了自己 不是那一半的 或者認清了自己的能力 真的不夠 你沒有理由叫一條魚識飛 那你真的不在識飛的材料的時候 我真的一條魚 那我就繼續游好我的水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怎麼定義失敗 如果我跟中學同學出來吃飯 也好 宏觀那麼多人 我應該是最失敗的那個 收入又低 又買不到樓 之類 但是你怎麼定義失敗 然後調節自己的心理 去接受這件事 可能你覺得的失敗 或者別人覺得的失敗 並不是一種失敗 所以你調節好心理 認清了自己的能力 然後會幫到的就是最好 但是你真的做不到的 我會接受 我會接受一些我的決心 我真的做不到的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說人生裡面 到現在都會面對 無數次的錯跌 或者失敗 因為人生都不是很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相信 有很多學生都聽過我講的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沒有人是完美的 如果是太完美 代表其實他沒有 所以我很多時候 由於我經歷太多的失敗 並不是好像人家人生很順 所以我經常都跟自己 說一件事 很重要的 我會接納自己的不足 接納自己處理得不理想的地方 我覺得首先是接納了 我接納了之後 我冷靜下來 我就會檢討 究竟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處境 或者會面對這些失敗的狀況 然後再重新進入狀態 去做好那件事 因為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無論你做什麼 其實都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一旦你放棄了 其實你沒有嘗試就再見了 所以變了 只要你是有心 有目標 肯花時間 肯努力 總會是可以得到 有些收穫的 或者你的目標可以達成的 未必是大成功 但會是小成功 但我總會相信 小成功慢慢累積之後 就變成大了 所以我經常都 因為經常都跟自己說 我要涉立自己的不足 做得不理想就繼續 我經常都會獎勵自己 我經常都會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例如吃雪糕 吃朱古力 吃甜品 蛋糕 可以令我的動機提高 基本上我是有少許 這樣的形式 從自己說 不要緊的 失敗了都可以獎勵自己 因為你要重新 重新去觸動 你要重新 重新的動機 如果你低動機 就會很慘 如果我吃吃朱古力 蛋糕 可以令我的動機提高 很用心 繼續做那件失敗的事情 我就會用自己做這件事 好像嘉賓老師一樣 我都會在星期六天 可能去看電影 可能去踩單車 做運動 跟朋友聊聊天 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 跟朋友聊聊天的過程裡面 你會舒服很多 你會release 然後你就可以 繼續重新出發 所以面對失敗 最重要是不要害怕 要接納它 然後努力 再重新 積起動機 去做那件事 那就可以了 首先今年 徐老師來到這裡 很開心 其實真的是 真心地覺得 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因為大部份的同學 你們其實很瘦教 而且也很肯 跟老師的指示去做 相對來說 教學就不會這麼深奔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看到 自然大家是瘦教的 又肯用心去上學 認心去溫習 總會是你的目標容易達成 所以變成由中一開始 或者現在你讀中六也好 中四中五也好 你先幫自己設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不需要很長遠的 或者是小小的目標 例如如果我是中六的學生 或者目標就是 我考好DSE 成績去到多少 暫時不想著 不會說五星星啊 這有固然好 但按照自己的能力 設定一個基本的目標給自己 現階段什麼都不想 就是努力去操卷 溫習 然後有良好的心理質素 去考試 其實就已經很好了 而中一的同學當然 在他的生意規劃裡面 希望你們都可以 融入我們學校的生活 在這裡建立一個歸屬感很重要 你喜歡在這裡上學 自然你學習也不會差 因為同學相處關係好 而且老子又願意去協助你 你就會覺得 其實我感受到 這裡的學習氣氛不錯 我會慢慢地 被身邊的同學感染到 你自然又可以 向著你的目標出發 所以整體來說 無論中一至中六都好 所有同學女士在這裡 都希望大家用心去學習 那你將來的路 就順很多了 就不用經歷那麼多失敗 那麼多挫折 那當然啦 即使是經歷了少許這些事情 很介意 重新再出發 總會是有成功的一天的 只不過時間花多一點 那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其實今年沒有做班主任 我覺得有點好吃 但是我又會覺得 同學仔給我一些回饋 一些回應 又很接納一些新來的老師之餘 很關心你 其實我來了這裡之後 來了黃芬蘭之後 我發脾氣的次數 是減了99 即是我不知道 有沒有同學仔見過我發脾氣 如果我在以前 我工作的環境 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會罵人 但是我覺得黃芬蘭的同學仔 很乎乖 很窩心 令熱騰 心平氣和 做人和諧一些 又開心一些 對著你們 想和所有同學說 人生的路有人會走快些 有人會走慢些 有人的鐘點遠些 有人的鐘點近些 其實無所謂的 你覺得你這條路 走遠路也好 走捷徑也好 總之去到就可以了 享受當中的過程就夠了 希望你人生 你之後面對的什麼跌跌碰碰 或者你面對什麼的錯誤也好 都能夠用這種態度去處理 我希望黃芬蘭中學的學生 是可以多些信心給自己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始終 不要說黃芬蘭 我們這個社會上面 它是一定會有一個分等級的制度 就是哪些學生是好一點 哪些學生是相對黃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學校會有精英班 當然不僅是我們學校的 很多其他學校都是這樣 普通班精英班 但是這個機制的存在 導致什麼問題呢 就是有些可能 本身來自於非精英班的同學 很多時候會不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都不是聰明的 我都不是最聰明的 那你不要理我 阿翔 就是我很多同學發覺 非精英班的同學 有這個概念給自己的 但是我想說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黃芬蘭中學的學生 本身都不弱的 就是你相比起其他地區 其他學校 我們本身都是Band 1學生 那大家的能力是不弱的 但是有時候呢 這種想法會給到日後的自己 一些怎樣的影響呢 就是例如 哎 反正我都這麼差了 那我和其他比較 我一定都是很差的 不如不要給 一旦有這個想法 很容易就放棄自己 或者是做某些的努力 等等 所以我就建議 各位同學就是 給多些信心自己先 對 無論那件事 你有沒有可以做到呢 不要緊的 剛才Mr.Hui說的 你先給些信心自己先 給些信心自己 一步一步來呢 我相信 小的成功呢 都會累積成大的成功 好像小過那樣 小過月也要多多幾次 那變大過那樣 就是我相信這件事 如果大家 無論正義班 非正義班的同學都好 那如果給多些信心自己 無論是學習 或者是生活 或者是 去抵抗不同學校的 duty 的時候呢 那我相信呢 都是很多問題 會慢慢迎人而解的 這個我就是想和 分農學生所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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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